趕快加入大人哥的Niatra跟Terragram 因為大人哥要來送標股了 是 我們週末猜猜樂 送大家兩檔很棒的標股 請看今天的朋友解盤 歡迎收看忍者無敵 大家好 我是世衛 在我身邊的是陳坤人分析師 大人哥你好 世衛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一開始要先告訴大人哥說對不起 為什麼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昨天沒有在節目當中說清楚 聽說很多人都來問 趕快請大家手機拿起來 加入大人哥的Niatra 因為大人哥的Niatra跟Terragram 是完全免費的 那您加入之後就可以每天收到 大人哥的盤錢解盤的訊息了 包含當天的美股 今天又創新高了 還有台股要留意哪一些的狀況 以及大人哥最新的新聞剖析等等 都在大人哥的Niatra 是在記事本當中 Terragram是在訊息裡面就看得到了 請大家趕快加入 免費的 免費的 一直以來都是完全免費的 對 但大人哥非賣品 Niatra 免費的 而且要來告訴大家 要請大家把握這週末的好時機 因為大人哥要 只要有加入的朋友 大人哥就要來送標股了 是的 來看到這個大人哥要來送的是 哪兩檔的標股咧 來看到 來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但我打算最後再跟大家說說明 就是第一檔的話是飛龍在天 那第二檔的話叫做是台灣美男子 那這個我們最後面 再來跟大家做分享 好 但是要得到這兩檔標股 是有遊戲規則的 不管你是新朋友或舊朋友 加入之後 請密切的鎖定大人哥 週末的訊息 你才會知道要如何的等到標股 那如果你加入Lite之後 請發一個貼圖給大人哥 這樣大人哥就會知道 你已經加入我們的粉絲團了 是的 好 飛龍在天 今天台灣美男子不就是陳昆仁嗎 好 沒事 謝謝 好 來看一下我們 今天的大盤的部分 首先大人哥要先來跟我們大家 來聊到的是今天在盤面當中 非常亮眼的航運股 以及今天的大盤又漲了 有請大人哥 好 謝謝思維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因為其實今天的行情看起來還不錯 原因是因為像我們之前 有跟大家提醒到的 因為反正全球股市 就在走一個景氣復甦 甚或是美股 它就在走一個歷史新高的 那是那個指數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來說的時候 市場上面依然是屬於一個震盪 然後震盪偏多的這樣一個態勢 那我們看到今天大盤 建築指數開高之後 中廠一度到了17597 接近歷史前高的地方了 那當然禮拜五的關係 受到一些尾盤的賣壓 當中的賣壓 至少今天的大盤 還是上漲了95點 那今天的話成交量 還是在一個4700億 這樣一個溫和的量能 所以依然還是一個溫和上漲 這樣一個不錯的這樣一個行情 那如果回到 因為其實我們 快速跟大家複習一下航運的看法 那其實就有所謂的 我之前跟大家提醒到的 航運的看法 它就是基本面從來沒有改變過 唯一改變的叫做是什麼 叫做是籌碼面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有看到前幾天的新聞的話 你就發現說 怎麼這個時間點開始 大股東有去做所謂的 申報轉讓的 尤其6月以來 連續不斷的這樣一個現象發生 甚或是在6月22號的時候 都有看到三家大股東 去做升上持股 那結果造成了6月23號 然後結果全面下跌的跌停 那時候我就跟大家提醒到說 其實這個航運 它的籌碼面已經有漸漸的去做改變了 可是在改變的狀況之下呢 其實你要留意的一件事情 叫做是籌碼 如果依然還在這裡面 或者是說貨櫃跟閃桌航運 各抓一隻領頭羊的話 你就會看到就是說 只要這兩隻領頭羊持續在去做反彈 甚至在做創高的時候 它就會帶動這個行情持續回來 所以雖然短線上面這個波動 是我很務實坦白講說 這個波動又更加劇了 可是你抓這兩隻領頭羊 比方說來快速複習一下 第一隻領頭羊叫做是這個 貨櫃三雄當中的萬海 恭喜萬海今天呢 不僅又創新高了 但事實上這是回到了一天兩天 三天前的新高點 273塊 對 因為其實那天6月22號的時候 它已經有開高走地的現象 可是在6月23號那天新聞出來的時候 它是眾錯跌停的 不過呢 就是它既然又敢回到新高的位置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更強中強的表現 好厲害喔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你看像是 只要萬海繼續領頭羊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那個長榮跟陽明 它就會被這樣子帶上去 那投資朋友在問我說 那有沒有可能 就是所謂的領頭羊 改變成萬海之類的呢 那YouTube上面有投資朋友在問我這個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方向來說的話 目前我還沒有很明確的看到 那個領頭羊要換人的這樣的角色 目前還是萬海 是 目前還是萬海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原因 其實我講一個 這個 他說有沒有可能換長榮 對 然後我來想一下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我之前 從來沒有跟大家說過 可是你可以留意一些現象的話 你會覺得很有趣喔 是嗎 來看一下這個是 如果你要想說這個 是一個歷史高價的地方 那股價就一路這樣創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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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過程 然後它的平價的模式的話 在過去的時候 都是用所謂的股價金質比來去做調整 是 如果你去看一下 有籌碼的這樣一個優勢 因為我相信紅遠證券應該看到了什麼 我們沒看到的 甚至或是它真的去買了萬海 甚至或是它的萬海的籌碼真的比較強 所以像今天或是像最近的話 大家還可以再持續這樣留意 就是萬海只要創造 等一下 剛剛那一張可以再一次嗎 好啊 所以紅遠證券它最新目標價 喊到342塊喔 是 那至於會不會來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不過我講坦白一點點 就是我到這時間點 我覺得那個所謂的航運股 它依然應該還是比較偏向於 所謂的景氣循環股 會比較適合一點點 但是這時間點 他們有所謂的抽碼優勢 所以像萬海今天又再漲停 然後漲停的時候 又帶動了那個長榮跟陽明創高 但是沒有漲停喔 那另外的話也跟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在散裝航運的部分的話 要抓誰 來 要抓誰呢 這個2605的青星 我們昨天就已經跟大家先預告了 是 我們這幾天不斷跟大家提醒到 就是說那個其實你就是抓零頭羊 那今天的青星一架就直接漲停鎖死 然後呢 又買不到 上不了船 是 上不了船 那因為其實投資朋友也蠻 就是跟我這邊 那個YouTube這邊 就會做一些留言跟互動 然後他就說那有沒有可能是玉明 因為他好像有買玉明吧 那不過呢 其實我覺得一樣的問題啊 就是影片有說 其實散裝跟貨櫃就是抓零頭 那玉明他就不是啊 所以我快速的跟大家帶過 像今天的玉明 或者像一般的個股的話 就沒有那麼樣的強勢 今天的玉明就漲開高走低 然後震盪一下 漲1.6% 然後甚至像是我們剛剛前面有講的 大股東身上持股這些公司 包含了像是長榮今天也還好 更正 陽明今天會漲1.34% 還好而已嘛 然後2208的台船的話 今天甚至還下跌喔 所以他真的是有了什麼東西 所以造成了大股東去做身上持股 這樣子一個動作 現象發生 另外的話2641的震德 震德是幾乎是他的那個 就是最大的投資公司 是總經理去做身上持股的 所以他今天竟然還下跌了4.多% 所以這個時間點 基本面我再次強調沒有任何改變 可是唯一改變的就是籌碼面的部分 所以你必須要抓到那支最強的個股 才有機會抓到接下來的行情 所以如果今天你只要記住一個重點的話 就是要記得貨櫃跟散裝航運 因為要買就買最強的 要追就追領頭羊 那貨櫃就是萬海 昨天已經說過了 散裝航運就是星星 這都是昨天大人哥已經在節目當中 先告訴大家 而且我們昨天在節目當中講的 然後今天萬海跟星星 全部都漲停板了 是的 那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籌碼優勢的 這樣子一個觀念跟大家來做說明 好 那另外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除了這之外 大家還在討論度非常熱烈的是 富邦媒也是大人哥跟大家討論很多的 好的 因為其實今天剛好有一位會員 在潘中跟我在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那個 我們的富邦媒 那今天已經創新高了 那甚至像是力旺 今天也創新高了 那什麼時候是我們的目標價 停利價之類的 那可是呢 其實我這樣講一個觀念好了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叫做是航運股 它是籌碼優勢 那我也很務實 坦白客觀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千金的這件事情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到的 千金它也是籌碼優勢的 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為什麼要講所謂的籌碼優勢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這個時間點 千金它們真的很貴 我講出說真的 它真的非常非常貴 因為比方說好了 那個6415的稀利 來我切一下 好 稀利KY 是 稀利KY 今天還在上漲2.09% 今天的股價是3660元 所以買進一張稀利的現股的 不管是一般的投資人也好 法人也好 通通都好 因為你花一張買稀利 你就要買366萬的稀利 那這都是真金白銀 真槍實彈去堆出來的 今年的稀利它的EPS 頂多是50塊 對 可是為什麼它可以擁有這樣子一個 就是幾倍 大概是接近70倍的這樣 接近70倍的本益比 那如果這個時間點的話 70倍本益比 其實這就是千金追出來的 千金比價比出來的 那勝貨是說我們看一下 那個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3529的力望 就是我們會員在問到說 那什麼時候要把它停力掉 因為其實我覺得所謂的 力望這件事情的話也是一樣啊 它就是被挫殺的力望啊 那雖然好像它今年的EPS 我剛剛去查一下 它今年大概就只有16塊的EPS 那16塊如果去用1500塊去除的話 你應該會得到一個 就是87倍的本益比的這個 不能再高的這種數字 可是會不會再高 我覺得會啊 因為它就是真的是被錢追出來的 它一張就是要140萬去買出來的 所以這就是現在一個 大人哥你一個意思是說 這些千金股不管是力望 或者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即將逼近2000元關卡的富邦媒 你剛剛說用錢堆出來的這句話 跟籌碼有什麼關係 可以再說得更詳細一點嗎 是 好 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剛剛跟大家說明就是說 在這個籌碼的優勢狀況之下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包含了兩件事情 一個叫做是只要是現行創高 它就是多頭 或者是說只要是買一張富邦媒 它就要買187萬 就是你就是買一張富邦媒 就要這麼貴的價錢 所以誰敢願意買這個價錢 誰敢去把它股價拉高高的 那就是它的所謂的籌碼優勢 這樣的一個觀念 所以千金比價 它就是一個多頭市場的象徵 這個我們跟大家強調很多次了 那另外的話 千金它也會拉高 這個同族群性的一個本益比的提升 甚或是我們 對富邦媒我要再快速講一下 所以等於是這些去買進富邦媒 或者是勵望的人 那些都是真金白銀堆出來 實實在在看好看多 多頭的籌碼的意思嗎 是的 那所以比方說 像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富邦媒其實四位 提到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那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有還記得嗎 這個是從三月開始以來的 整個代彈 它就在這邊三月四月 那邊五月那邊盤啊盤盤啊盤 它就是在這個800塊到1000塊 接近1000塊的地方去盤 就是它200塊的區間 去做三個月的震盪喔 如果你真的要買在這個 那個三四五月的話 你根本賺不到什麼好處 天啊 然後它在什麼時候 開始去做所謂的順水推租 跟三升三四的行情 它就在這裡 那而且這裡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是誰推上去的 在這裡往下畫 投信 來 這就是投信啊 那投信去把它買上去 之後就展開它的一個 三升三四降的行情 那到今天的話 已經到接近1900塊了 而且這個時間點 它是從五月中下旬 然後到六月 這是一個半月的時間 它就從1000塊標到1900塊 可是它可以花三個月的時間 在那邊200塊之間 區間震盪震盪震盪 所以要買就是買現行輕的 然後買重買優勢的這種個股 那千金的話 這就是現在目前的一個狀況 所以 是 不好意思 打到你 來 沒關係 那我們就順便再講一下 因為其實如果就 那個我們剛剛前面有說到的 族群性的關係的話 那它會拉高比價空間 那富邦媒 我怕你跳走了 我可以先問一下嗎 請說 所以富邦媒 因為你剛剛直接畫到了 就是它這個盤整完之後 現在是三升三四 所以大仁哥會看 我們富邦媒可以上2000嗎 他今天最高點已經在1915啦 正常所有投資朋友都會這樣問 尤其是你知道 買了這一張股票的話 至少要花 19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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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對啊 如果你要做這麼樣大膽 實在金額的投資的話 就代表我真的要看好 它會上2000 對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觀念是非常正確的 是嗎 對 非常非常正確 因為我這樣講好了 那個我們剛剛前面講了 那個吸力本益比就是70倍 然後呢 講了那個 力旺的本益比就是87倍 而且我覺得會再高 然後呢 富邦媒它今年就是大概就是賺 差不多接近20塊而已 所以這時候的富邦媒 它也是90倍本益比的富邦媒 哇 那會不會變成100倍的富邦媒 就是2000塊的那個富邦媒 我覺得不可能啊 那勝貨是 它其實也 我剛剛前面有講的 就是它會拉高整個族群性的比價空間 像是呢 同族群的這個6741的91APP 那講了好幾天了 但是也是一樣 不要問我它的目標價在哪裡 就是不要問我它說會漲到哪裡去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這件事情 它就是被投信這樣拉上來的 今天有漲停拉 那這就是同族群 因為富邦媒是MOMO 那91APP它是做網路平台的 所以它可以幫 就是一些商店 他們去建置網路這樣的一個平台的網站 其實都跟疫情 還有載經濟是有相關的 是啊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的那個濾界有沒有 那濾界的話今天也上漲3.77% 它今天也是1400塊了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講的時候 才1000塊而已 它這個時間點也短短的 從1000塊拉高到1400塊 這樣一個水準 它是這個第三方支付 也是我們現在新貴的千金龍頭 是 是 那它也是一樣 就是有這樣的網路的這樣一個效應 然後宅經濟這樣的效應 帶動它這個成長的動能的 好 所以大人哥 我想來請教一下 就是像操作這些的千金股 其實要更加的留意跟小心 但是如果它真的看好了話 一舉衝過 這一些我們剛剛講過的目標價 其實是蠻值得期待的 是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什麼時候它從 就是整個代彈之後 然後轉為順水推舟 或是三升三四 或者是說 你看有沒有是誰去把它拉上去的 然後拉動的那個時間開始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不一樣的 這樣一個往上的走勢出現 好 這個是跟大家一塊來分享的 不過如果對於你在操作 這些千金股的話 大家有任何的一些的疑惑 或者是想要來更加討論的話 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加入 大人哥的Lyot 小老鼠 D A R E N 888 小老鼠 D A R E N 888 為什麼我要這麼說呢 因為大人哥真的應該是 所有分析師當中 最早在節目當中就已經講了綠介 然後講了第三方支付 講了9E App 還有甚至是跟大家聊到了 有關於這個富邦美的狀況 其實大人哥早就都已經在吃錢的時候 就先跟大家來分享了 所以如果你正在對於 這一些所謂的高價千金股 想要更加進一步的討論的話 也可以加入大人哥的Lyot跟Teregrant 小老鼠 D A R E N 888 都是陳昆仁分析師 會在線上直接跟大家來做互動 好的 那因為其實如果在講高價的話 大家想說 那麼貴恐怕買不起 可是其實我們之前 也都有分享一些很棒很好的股票 那我還記得的話 在5月底的時候 直接就是加給我們的Lyot和Telegram的 投資朋友粉絲們 就是直接不蓋牌的分享的股票 然後今天有一檔個股又在漲停 又在創下新高了 那一檔個股的話 其實如果有收到的話 應該都知道 這是2481的強茂 哇 來 今天漲停版81.8 那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那時候在5月23號 24號那時候 我分享給大家 那時候的股價是46塊多47塊 那時候的股價的話是不到50塊的強茂 到今天漲停版的強茂 你已經看到80塊的強茂了 所以在這段過程裡面的話 它就是足足漲了70% 70% 70%的水準 那我講比較坦白一點 叫做是那個時間點 它真的因為遇到了挫殺 遇到了殺低 遇到了這樣子一個 就是明明就是可以賺5塊的強茂 結果被殺到什麼38塊 39塊 40塊那邊 所以我覺得這是機會難得啊 所以就在那個低檔的時候 就把這個很好的股票 就是幾檔股票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們早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分享給大家 如果那時候大家有跟著 我們忍者無敵的節目 一起來做操作的話 現在已經獲利整整70%了 是啊 然後另外的話像是經濟 原本今天應該是創高 結果它今天尾盤 那時候有一個殺低的過程 然後回到平盤 但是就算回到平盤 它在我們分享的時候 大概在不到100塊的地方 因為我就說 隨便經濟今年就賺10塊 那為什麼會被殺到100塊以下 這個10倍本益比價是不合理啊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的話 我就一樣把經濟分享給大家 那所以90塊的經濟 就接近100塊的經濟 到現在已經是130塊的經濟了 所以一樣這樣一個波段 就是40%的報酬 獲利40% 是的 40% 這都是之前有拿過 我們分享個股的話 都可以看得到的部分 那高價的講完了 然後那個就是中價位 高成長低本益比的也講完了 那我順便帶一下下 就是最近大家會常常會聽到 所謂的那個 記底作帳 記底作帳這些東西 那因為其實我們早就在 那個6月初的時候 就已經跟大家提醒了 記底作帳的行情 投信正在積極進行中 那可是到今天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怎麼會有一堆所謂的 記底作帳的個股 就好像有點開高走低 或者是有一些壓回的現象 經濟就是其中一檔 那經濟的話 因為到昨天前天 其實投信還在買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 今天就是這樣一個高檔 這樣子一個殺下來的 可是它基本面完全沒有改變 那甚至是說 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醒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那投信他們在做這件事情 是拉到一個程度之後 就隨它飄 因為他們有最低持股限制 可是我們一般的投資人 唯有你在把股票 獲利入貸的時候 那才是你真的賺到的錢 我們有把這句話聽在心裡面 是啊 我覺得這很重要 很重要 對 所以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發現一些現象 就是我們在操作上面的心態 跟一些投信法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我要跟大家 在講很重要的觀念的 甚至像是來 我也不諱言的跟大家說 我們之前跟大家提醒到的金碩 它就是投信作帳一路做上來 結果它今天也是一個 5%多這樣一個下跌 那我不曉得今天的投信有買或有賣 因為我們現在錄影時間還看不到 可是無論如何 它就是一個創高的這樣子一個金碩 你可以隨時在高點的時候 去做獲利了解 那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操作策略 就是反正我只要吃投信豆腐就好了 我只要賺到這些東西就好了 那這個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另外的話像是這個 3530的金像光 我記得那時候跟大家說了 因為我們發現 在6月8號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獲利20%了 那如果出現這樣的K線的時候 就是它就是一個短線上面 有直漲的這樣一個訊號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的時候 你看像最後雖然好像看起來有點創高 可是又拉回 又創高又拉回 其實最好賺那一段賺到就好了 那後面那一段 你就賺不到最高點的話 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隨時都有好的股票出來 而且現在行情就是這麼好 所以就是可以跟大家留意 跟提醒的方向 好 節目最後我想要跟大家道歉一下 因為我剛剛覺得 不好意思我是一個實時自省的主持人 因為我覺得我剛剛這樣講好像就是覺得 只有千金股的朋友才要特別的謹慎 小心請大人哥指導嗎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是在這疫情期間跟思維一樣 每天都必須要一大早 我都5點多我就出門上班了 回到家都已經8點了 每個月賺的月薪都是辛辛苦苦的錢 我們當然會希望在股市市場當中 可以有效的投資跟運用還有獲利 那所以可能我買不起千金股 買不了1000多塊的股票 但是對我而言 比如說買了80幾塊的強茂 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投資了 但接下來我可以繼續怎麼走 如何好好的獲利 我知道YouTube上面有很多朋友 都有在留言問問題 但是更好的一個實際的方法是 可以跟著大人哥一起來操作 因為礙於法令的規定 大人哥不能夠在上面 很明確的告訴你說 幾塊買幾塊賣這樣子 因為這個法令規定 儘管會是不允許的 但是假如加入大人哥的會員團隊的話 可以更有效的來運用你手上的資金 在短時間之內獲得最高的獲利 這不就是我們上班族辛辛苦苦 每天在那邊頂盤最主要的目的嗎 所以不是只有千金股的投資朋友才需要 而是像我們這樣的小資助朋友更需要 因為我們的錢是更辛苦的辛苦錢 所以也是一樣 請大家一起來加入大人哥的Liat跟Terragram 小老鼠DA REN888 小老鼠DA REN888 大人哥每一支股票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他都會盡量盡可能的詳細的回覆您 給您一些的建議 不過當然實際的買賣點以及進場的操作 我們要留給我們的會員朋友了 加入大人哥的會員 可以撥打0800 66 8085 0800 66 8085 告訴我們同仁 你想要加入大人哥的會員 或者是你用Liat留言 我們也會有同仁盡快的跟大家聯絡 因為如果你在週末辦好手續的話 禮拜一就可以趕快跟著大人哥 一起來進軍股市了 因為萬八快到了 我好害怕我自己錯過這個高點大人哥 我覺得其實我們還蠻感謝 就是思維這樣子的貼心溫暖的 這樣子一個提醒跟這樣子一個注意的 因為我是小資族啊 對 所以其實我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就會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我會跟大家講一些操作的觀念 操作的分享 這個是我可以幫助大家的部分 那但是真的是基於法規 基於會員權益 就是我真的沒有辦法告訴你 所謂的個股的精準的買賣點 那這個都是那個 因為我還想要再跟大家再做分享 我不想被 你不能被抓去關啦 不然我們要看誰的節目 連照片集團都守著你的節目在看大人哥 是啊 好 所以這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這是Liant跟會員的差別 就是在於這邊了 Liant我們還是會盡量的跟大家來做互動 免費的 對 免費的 Liant是完全免費的 但是如果你加入大人哥的會員團隊 週末我們同仁也會持續的加班 幫大家趕快辦好手續 趕在上萬八之前的高點 我們就先進場布局 因為真的到上萬八的時候 你真的會欲哭五雷 所以要請大家趕快把握一下時間 那節目最後趕快來看一下 大人哥出了謎題到底是什麼 來這個週末猜猜樂 然後送雕鼓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題目 然後不管你有沒有猜到 那只要是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的話 那其實在週末的時候 我就會直接分享給大家了 來題目一叫做是飛龍在天 那什麼是飛龍在天呢 江鴻恩啊 沒有 當初的男主角 那個不同年代 來 那個飛龍在天 那他是一檔電動車的零組件工藝商 那為什麼要選他的原因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這個時間點可以留意一下 下半年真的還明確趨勢成長的幾個題材 包含了5G 包含了IC設計半導體這些相關的 還有就是電動車 因為電動車它就是一個高成長的產業 所以你可以留意這檔個股 那這檔個股的話 它原本是做什麼什麼 然後後來的話是轉型到電動車的 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如果講太多的話 你就會直接猜到它了 等下幾個字 兩個字 兩個字 對 兩個字 所以這是飛龍在天的兩個字的個股 那週末分享給大家 然後另外一檔的話是台灣美男子 那這檔個股的話其實這個時間點 幾個字 幾個字 兩個字 兩個字 也是兩個字 對 為什麼要講這檔個股的話 其實原因是因為來看一下 今天有兩檔個股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是 好 大力光 那今天的大力光不一樣 今天大力光上漲了4.22% 而且有一點動的感覺了 然後另外一檔個股的話 是跟它一模一樣的 這個是3406的郁金光 今天漲了7.69% 那講到大力光 講到郁金光 大家應該會想到說 看起來Apple是不是要開始動了 Apple供應鏈是不是開始有那種真溫的現象了 所以這檔個股的話是台灣美男子 那它是Apple的供應鏈 不過我要講坦白一點 就是說因為其實如果就第一檔個股的話 它是很標的個股 因為它的股本很小 然後第二檔個股的話 它是Apple供應鏈 那Apple iPhone供應鏈的話 有一個比較麻煩的股性 是它溫溫的會往上漲 所以一檔不要一檔溫 那會在週末的時候 把這兩檔 飛龍戰天 和台灣美男子送給我們的LINE 和Telegram的粉絲 希望大家可以猜得出來這兩檔是什麼 可是就算你猜出來了 你還是要加入大人哥的LINE 跟Telegram 你才會知道你猜的答案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請大家趕快加入大人哥的LINE 小老鼠DAREN888 如果你已經加入的話 也麻煩請送給我們一張貼圖 告訴我們你要參與這個猜謎 因為搞不好你已經很久 忘記要跟大人哥來做互動了 很久沒有主動發出訊息了 已經加入的朋友 請送給我們一個貼圖 還沒有加入的新朋友 趕快來加入 而且歡迎你 把他分享給你身邊所有的親朋好友 阿姨媽媽姐姐 隔壁鄰居前同事前女友 通通都把他找 而且女友嘛 通通都把他找來 因為這是大人哥週末大放送 大放送回饋粉絲的 那請大家加入之後 新朋友 請務必要送出一個貼圖 這樣大人哥才能夠 及時的跟你來做互動 週末的時候就會把這檔標股 送給大家了 其實我們人很容易健忘 我怕你等一下轉個身就忘了 所以最好是你 現在馬上拿起手機就加入 因為要告訴大家 禮拜一大人哥就會開始 跟大家一起來進場 來看看這兩檔的股票了 所以你千萬不要錯過囉 好 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 也非常謝謝陳坤然分析師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拜拜 摩爾證券投錄 0800 66 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